拍戏时惨悲恶搞的演员们 阿汤哥差点被战斗机给悠散黄了呀 指红王在拍摄时 饰演梅里和皮皮 这俩小霍比特人的演员贼坏 在拍到雪山的戏份时 演员们每天不是要做直升机上山吗 于是这俩人就跟飞行员说 饰演波罗米尔的肖恩斌老哥 是特技飞行的狂热粉丝 如果可以的话 在着他上山的时候 最好能款待着老哥一只超炫酷的飞行特技 但事实上肖恩斌不仅不喜欢这玩意 还非常害怕做直升机 在飞行员老哥给他一顿炫技巧之后 骂肖恩斌到山顶就吐了 最后找到导演彼得杰克韵表示 以后自己应可死都不会再做直升机上山 从这之后 他每天都得比人倒起一个钟头 先爬半小时的山 然后乘缆车到山顶 再步行一英里走到外景地 饰演小霍比特人的这俩 缺德瓦恩的恶作剧 可以说非常成功 但是他俩也有被别人恶搞的时候 比如拍到双塔骑兵的戏份时 编剧特意给他俩写了个假剧本 内容是他俩赤身裸体 光不粗溜的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但是编剧万万没想到 这俩人不光不觉得尴尬 反倒还有点兴奋 尤其是扮演梅里那个哥们 他表示我有一个很棒的臀部 现在终于有展示他的机会了 汤姆克鲁斯当年在拍《壮志凌云》时 也曾被飞行员恶作剧馆 话说那是在正式开机之前 他还没确定要不要接下这个角色 于是制片人就让他去加州的海军航空基地 感受下战斗机飞行 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玩意儿 而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那军队的飞行员看到阿汤哥 骑着摩托戴着大毛巾到了片场后 好像就有点上了那个攀比心了 你不大明星吗 你不牛叉吗 我高低得给你上点强度 让你出点丑 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然后阿汤哥坐上F14之后 那飞行员是各种给他上绝活啊 什么120度眼镜蛇 大仰角爬升 一马慢回旋 滚筒机动 分离S机动 战术动作是一个接一个的 换一般人那都得被忧散皇了 但阿汤哥就不一样了 他不仅不害怕 反倒很兴奋 下了飞机后 立马给经纪人打电话表示 这电影太带劲了 咱们高低得把这活结了呀 当年的老牌赛车电影 霹雳雄风在拍摄时 群演们曾被导演给狠狠地整了一次 其实这事说实话也不能怪导演 在拍摄赛场观众席上 群演们的反应镜头时 这帮人太冷淡了 一个个昏昏欲睡的 就在那硬熬时间 都等着茶鞋去喝下午茶呢 在反复拍了几次 情绪都不到位后 导演决定玩点邪路子 首先他命人把群演们 用的茶车塞上炸药 然后把它推到赛道上 开机后一按起包键 群演们心爱的茶车 就被炸了个洗碎眼 那目瞪口袋的反应还用眼吗 导演完美地得到了 他想要的沮丧和震惊的情绪 在泉游中扮演 求恩选诺的基特·哈林顿 这哥们酷爱恶作剧 不只是在片场 在家里也是一样 话说在某年愚人节 他给自己媳妇玩了个大的 他先是在片场偷偷让道具师 做了个躺脑瓜子的模型 然后带回家塞冰箱里了 愚人节当天早上 他媳妇一打开冰箱那太惊喜了 请看哈林顿躲在一边拍下的VCR 什么差点给他媳妇下心梗了 而不嚼警的哈林顿 还为恶作剧成功沾沾自喜呢 兴奋地蹦出来大喊 愚人节快乐呀媳妇 而他媳妇缓过来之后 严肃地表示 下次愚人节 你要是再敢整这个缺德事 咱俩就离婚